欸 這8塊錢的麵喔 對 一包包 團購啊 平常吃10塊錢也是很便宜 太便宜了吧 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醬料 這是麵粉做的嗎 這是麵粉做的 這是8塊錢的 那它送啦 好便宜喔 其實看起來就像一般的洋蔥麵 是啊 謝謝 好香喔 對 很香 它的醬料很香 對 它很多種口味 素的麻辣都有 那它2009年官是在我們網站上面 它就賣了大概 它估計123萬包 可以 謝謝 123萬包 我的朋友排了半年 我知道 半年以後是 超好吃的 半年的味道是怎麼樣 現在要等到大概今年7月台拿得到貨了 就你現在一定要7月台拿到貨 我最喜歡吃這種最簡單的這種麵 最簡單 最軟的 最香的 對啊 真的好吃耶 這實在是我們小時候吃一塊 對 古早味 古早味 就是小時候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的時候的那個味道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以前 現在家庭也很方便 因為它這樣煮一煮 然後再加個蛋 加個燙個青菜就是一起 對 加個滷蛋也可以 對 所以這個麵得一名 對 第一名 漂亮 好 好吃 再來呢 那第二名是 就是這個玉米卷 這個我吃過 對 還要把你吃 相當有名 真的有名 來 就是這個 那它最有名就是它的用料很紮實 然後它的芋頭都是很天然的 就沒有香精的味道 嗯 OK 好 再來咧 再來就是這個 維也納麵包 對 它比較特別 其實你這個 每一個麵包店都看得到 可是這一家真的很好吃 你早好像也吃過 它有包那個小白 我告訴你 其實這個 這個我在我的 那個 你就是把奶油跟砂糖打 對 打發之後夾心進去 對 可是 做法就是這樣子 可是每一家都做的不一樣 這個我吃過 這個相當好吃 對 對 用吐司 對 吐司然後夾 那個裡面的那個什麼 餡膠在裡面 很甜 還滿好吃的 第四名是這個 泡芙 泡芙 對 泡芙 它這個咧 這個是新疆餅 對 可是它不是從新疆來的 是老闆當初為了要 給它一個名號 就做 那是新疆餅 老闆是新疆餅 胡椒跟蔥 胡椒跟蔥 對 真的很好吃 很特別 可以把早餐店那個燒餅 而且不油膩 不油膩 對 對 它白酒 它白酒不會這個 講不出話來了 不好意思 掉了一些芝麻蟹 對 芝麻蟹 它白酒不會不一樣 一二三四五 這樣對不對 熱銷 熱銷 2009 都是要排隊的 台灣人就是很喜歡排隊 不知道為什麼 好 然後這個是2010年 2010年 這是什麼 這是泡菜 泡菜 鴉片泡菜 可是老闆最近改名字 它改成鴉片泡菜 手要收藏一點 好想吃什麼 因為鴉片比較不好 對 所以它2010年改名字 鴉片泡菜季 比較泡菜 中間這也是泡菜 對 這是海帶 這是它特別有名的 海帶的泡菜 海帶泡菜 這個咧 這個很像是蘿蔔 蘿蔔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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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孫娜嗎 是孫娜的蘿蔔絲 好吃 皮蘭啦 蘿蔔絲 什麼蘭 什麼蘭 皮蘭 皮蘭 大頭菜 大頭菜 這個沒有煮飯 在家沒煮飯 而且它的辣剛剛好 不會那麼麻辣 對 味道很夠 一罐80塊就對了 對 那很便宜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是 其實這個之前就有了 只是他們這一家 其實它有做這三個商品 都是他們很有名 雞蛋布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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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個是 泡芙是有麻糬的成分 它叫什麼 冰Q泡芙 爆漿 這很像那個廣 最近不是有一個電視廣告 一咬然後就 爆開那種 流出來了 哇 這麼恐怖 細節慢慢 來 你們兩個分一下 流出來了 好 然後呢 然後再來是這個 像它那個乳酪球 還有BRONI BRONI 一口吃的 OK 這個給女生吃非常好 一口一口 一口一口 小朋友一定也喜歡吃 那這個 像這個叫 芝麻雞 其實就有點像我們鹹豬雞 又是芝麻 這要試試看喔 對 那這個很特別 像老闆就是一個家庭主婦 他就是把主床蜜番婆婆教他的 然後在網路上賣 自己回家再把它炸一炸就可以了 自己炸的喔 對 這個要自己炸 對 它是賣那種冷凍包的 好好吃耶 對 那我也好想賣那個冷凍肉羹喔 那個 冷凍肉羹 對 我告訴你 我那個時候在溫哥華 為了打那個肉羹 他知道我老公手要貼那個 因為呢 要用那個肉調好那個醬之後呢 肉要先鎚 要這樣甩 甩30分鐘之後呢 加魚 肉加粉先甩 然後呢 最後再加魚漿呢 魚漿 再繼續甩 甩 然後呢 然後就用那個冷凍袋有沒有 這樣子包一袋一袋 一袋是半斤 然後呢 你放冷凍 你隨時要吃肉羹喔 現煮的 為什麼 因為 你直接拿下來 拿下來它很快就解凍了 然後呢 因為它都打得很薄了 壓得很薄 然後你那個水喔 滾了之後 現弄現弄現弄 你不是那種煮好的冷凍 那個風味就不一樣 可是你整個魚漿跟肉這樣冷凍 喔 哇 那個甩的人還在嗎 啊 甩的人還在嗎 這樣我媽媽 他很 他很適合做 因為我媽媽喜歡做豬腳 他滷豬腳真的很有名 我們那時候還想說 要不要在菜市場擺攤 那乾脆就做團購就好 對啊 對 這網購就可以了 趨勢很多都是把自己家裡的東西拿出來 對 但是體力要夠喔 對 像我們親戚是做饅頭 我覺得好好吃 我都覺得他應該可以 來買 饅頭也OK 那這個就是波士順捲 就是一樣是同一家的 但是它產品滿多的 對 那再來就是第五名是這個 焦糖布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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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起來有點像 不是 怎麼沒有焦糖的感覺 沒有焦糖 沒有焦糖 我從小最喜歡吃布丁 對啊 布丁怎麼很好吃 機器要手工 這純手工的嘛 對 有的人是機器做的那個 味道就不一樣了 對 啊 好漂亮 啊 就是這個 其實今天這一集要告訴你說 你有沒有什麼拿手絕活 你有沒有想辦法把它變成一個生意 對不對 然後呢就去這個 循著剛才介紹這樣的管道對不對 讓人家試吃 然後有口碑 然後有少量的做 但是你要認真做 因為一旦你不認真做 網路是很現實的 嗯 你做的好吃 它可以把你捧上天 你一旦品質改變 你就會下地獄 真的毒蛇 你會被香米罵到死 對 對不對 但是這個賞法一定要清楚 對啊 你做的好吃 我們就大家就去 捧場 對 冰淇淑 真的啊 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應該是褒扁 很明顯 對 賞髮好像比較奇怪 對 賞髮神 對 謝謝你的收看 祝你晚安 拜拜 拜拜 我們要拍照 我們要拍照 要定